你覺得體育人的優勢應該是他相對樂觀開朗、熱情活力啦 就是說他不怕輸、不怕挫折、不怕辛苦 我想這是應該體育人蠻大的優點 在體育人很多人看起來陽光 雖然他們其實對於自己的很多生活作息的要求 像我從一開始面臨很大的問題人家叫我要喝酒 不喝酒就不酸嫖 但是如果你堅持住了 你未來十年、二十年都不用喝酒 大家不會要求你喝酒 所以我就建立自己的風格 反正我就是正常上班、正常時間下班 我也不刷垮 也不跟人家有太多的這種酒的交流 就是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就好 那其他時間就是留給自己跟家人 所以我們就做的相對的 我說也單純一點 其實我一開始進去 我最著重就是專業教練法制化 就是教練本來在學校裡面他是沒有保障的 我跟這個洪秀柱委員一起推動了專業教練法制化的修法 讓很多教練在職場上、在學校裡面 他的薪資退伏相關的條件是跟一般老師是相等的 再來因為長期體育的預算錢不夠 所以我那時候推了一個叫做運動彩券的一個發展條例 就讓政府得以來去做運動彩券 有盈餘就能夠挪到體育這邊來做裝潢專用 再來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就是說針對很多贊助知識運動員的企業 他可以得以免稅或折體稅額 這東西在我任內其實就在推動 那如果以教育 其實我知道現在的多元社會 其實很多的爸爸媽媽 是希望孩子在家自學的 自學法 就是說我可以在自己家裡學習 從旁去協助讓他定定義相關的規範 讓這些在家自學者 得以有更明確的這樣的方向 去建立他的法治 能夠得到他升學的相關後續的保障 那再來就是幼兆 幼兒兆戶這個區塊 幼兆整合從0到2 2到6這個區塊 大概在七八年前有一個幼兆整合 那過程當中其實幼兒園面臨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評鑑越來越嚴格 而且很多的要求是 不盡合理 但他就是定在那裡 所以我們也從旁去協助 訂定了很多不同的法案 解決他們很多在執行上面的問題點 其實我現在主張了幾個政見 其實跟我們現階段的很多的現實狀況 其實有一些突破點 就像我現在提了一個叫全面的 中小學要增設冷氣的概念 你看現在台灣是一個雅熱帶的國家 這種五六七月其實氣溫都到38 39 40度 大人都希望有好的環境 舒適的環境 那小孩子求學難道不需要嗎 再來就是現在年輕人嗎 不願意結婚嗎 不想生小孩嗎 因為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現在在主張所謂的666 補助0到6歲 之前有一個口號叫0到6歲國家養 所以國家養的概念就是 教育支出 由國家來處理 再來托育的環境 0到2歲現在沒有人顧那怎麼辦 你的托育的 這樣的一個設置的量 還有公托的量 公托的環境 公托的合理的價格 必須要合理化 要友善化 我想這都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在這一次的立委選舉 我也把它提出來 也希望說未來我如果到那個位置 我會不會積極來推動